認為佔中行動不會成功 何謂勁貝道 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 恆基主席李兆基估計 可能是中央見到香港老老教教 市民有不明白 所以現時要補充一下 他認為文件只是重申基本法要求 行政長官要愛國愛港 國愛國即是做得特首 現在也是 他相信發表白皮書 不會影響投資者信心 也不影響集團和外資在香港的投資意欲 早前說過佔中對本港金融經濟安定繁榮有負面影響 他認為佔中行動不會成功 我看公司很少人去佔中 我看沒有 他自己不會墮住自己的販盤 集團也不贊成本港削減內地自由行旅客數量 認為不僅會影響零售餐飲 甚至有機會影響物流及整體經濟 有線電視記者 何維琴報導 阿里巴巴全面收購移動瀏覽器UC Web 餘下股權 全家去